安智杰上周公布与谢婷婷分手后终于首次公开露面 出席在中环智力广场举行的活动 一开始安智杰在现场神情轻松 而且面露笑容 但即后接受文字跟电子传媒访问时 居然紧张到流汗 安智杰坚穿自己心情OK 但与婷婷已是陌路人 安智杰跟谢婷婷拍拖四年来 感情稳定兼离传婚讯 可惜两人最后由婚变分 优质两人是浓情转弹 有传婷婷嫌男友 故住打电玩不上镜 搞到失去街拍一代宗师机会 因而陷入冷战而分手 安智杰表示自己是喜欢电玩 但与婷婷分手不是因为这个习惯 而被问到是不是涉及第三者 安智杰也一并否认 不过他始终不肯透露 两人真正分手的原因 是不是有第三者出名了 嗯 我说没有 对了就分开了 现在还有没有好朋友 现在也是朋友 嗯 嗯 但他说呢 你们的交流关系 少了对方的关系 对啊 因为暂时不想 对了 不想 看到这些悲惨的东西 对了 不用你叫悲惨的东西 自己觉得好不合适啊 好适 好适 有没有想复合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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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对 为什么不想复合啊 对 为什么不想复合啊 呃 第一工作比较忙 呃 而且真的 我觉得缘分一些 没有想复合啊 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爱情情啊 呃 呃 呃 不想回答现在 不想复合啊 不想复合啊 我们问多两个啊 谢谢 好吗 好吗 谁提出不走啊 你们两个 呃 呃 没想复合啊 没想复合啊 不知道 但是现在有没有努力啊 现在 努力等 做自己的事啊 不懂 不懂 但是现在有没有努力啊 被问到与谢家成员 包括谢婷婷母亲迪波拉 和谢婷婷哥哥 谢婷锋现在的关系 安智杰表示 对不起拉姑 但与婷方的友情 就没有影响 拉姑琴 好多有趣啊 拉一姑 有什么 我都写着对不起 很多事我都对不起 可是 对 现在 就 一步一步来嘛 嗯 好软毛 跟婷锋 听不懂 可以抹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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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